會有壓力 就假設 你不知道他會用誰 你不知道他會用誰 你沒有辦法先心裡想好說 我有什麼事情能做 什麼事情不能做 其實會比較難應付 對啊對啊對啊 那看起來酷隊還是保持用勇者 勇者 這是他最主要的角色 有個說法是說啦 如果你會玩過鬼就會玩勇者 對 有這樣說 開門就睡覺 不過沒有 因為可以算是不幸中大 現在 現在這個勇者打咆哮 我感覺上是非常非常優勢 對 因為不容易接近 剛剛卡布沒有中了 欸 一個內爾的出盾 很好 第一種 好像剛剛在原地有點太久 所以就被目的抓到另外一個 放黑影道具的時間 那打勇者就是他非常非常注意 那現咆哮相對非常怕 他的飛行道具比較特別 因為他本身是有很多隨機性的角色 對 然後他 所以他也有很多飛行道具 所以你一定要每個都知道 他的效果會幹嘛 對 不然你一個不小心就會吃到 不同 還蠻誇張的東西 有得很慢 有得很快 對 每個都不一樣 有得直接殺 會那個 然後現在 他現在抽到這個效果 有有有有 居然還是被捲到了 好慘 那範圍超級大 不要不要 可能是他最強的遠程道具 對 現在 庫特打到Psycho Up 命中一下 命中一下就會 喔 剛好躲掉那個距離 算是好結局啦 被Psycho Up的價格打到 算是好事 好結局 如果被其他打到然後剛好暴擊 就真的很不高 就真的很不高 大概70% 還有可能直接死 龍者是非常 一個非常隨機性的角色 難以預期啦 還是可以做一些 基本的 基本的那些 預防 他的動作其實不算快 所以如果 你切入得了的話 其實還是有很多 他沒有到 會 他直接往上 嗯 不過確實啊 龍者不會跑 他那個 他距離很好 打開是有效的 然後現在 Jumpel在找殺到事情 手邊的行動 好 好 這些下風水沒有中 這個下 Smash都可以 剛剛 吸回來然後再下 Smash 這是什麼 Stand Up 好強啊 他說不定知道喔 他說不定他是想好的 說不定他是想好的 飛繫撞撞撞 跑步攻擊 對 一個 第一手 現在 喔 庫特其實庫特他一個下名 還有 上名都運用 滿漂亮的 現在 那 我們現在 庫特還有兩命 我們將朋友要辛苦 對啊 這個 好 有機會幫他 庫特很漂亮 直接用上B來足蹲 上B算是個不錯足蹲的招式 喔 一個機種 庫特看得很快 其實勇者有一些 他要特別在練 練 探字 對對對 可是打勇者必須要 學習就對了 對就是你玩這個遊戲 唯一需要學速的時候 對 但是你會逼你的對手 反應對手也要夠快 對 反應對手也要夠快 平均核論啦 平均核論的話 對手會比較不低 對 因為你知道你什麼時候要看 什麼時候要開始 對手不知道 對手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要看 對 喔唷 你從過去就會看 然後這個 跑笑虎他又是動作特別慢的角色 對 所以真的是判斷要非常好非常快 才有辦法真的打進去 對手不覺得顧客的技能 他的牛就狂 嗯 但是沒關係 那個魔只要有打到人就會回復 對 所以不用打到人 對 所以被戰 他剛剛身上有這個 有那個打人比較痛的Buff效果 對 又變得特別痛 原本就很痛 但是又變得更誇張 原本應該就可以死了 原本應該就可以死了 我覺得 原本應該就可以死了 嗯 但是老虎算有點重耶 嗯 你覺得還會 我覺得應該不會死 可是他就是要靈克 被靈克的前腔打到 你不要平常 對那個勇者的打壓 影響都不會算到 沒有 沒有 沒關係 反正結果就這樣了 對 那 好 下一場 剛剛看起來 JEMPER來打蠻直 3 2 1 GO 好 OK 好 我們繼續 好 不好意思 你竟然要換成Duckpad Duckpad也好多了啦 好多了啦 好小 這就是比較快啦 對啦 然後有一些反射的招數 可以做 前面做反制的 你有反射的招數 有時候不一定要反射 對 你不要中 你要讓他不敢用 對 一直用不好 對方知道你會用的話 他也不是說 沒有硬度的方法 對 所以 用的時機很重要 然後 他現在抽到這個東西的效果 就是 任何的飛行道具都會反彈 所以變成 他基本上封鎖掉了 封鎖掉了所有 對 不能射 不能射 他砍掉了 他把他砍掉了 對他把他砍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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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PIT還是比較 有劣勢一些 喔 這個 上邊的出盾 下 smash 喔 這樣可以亮 實際抓很好喔 那 那個黑PIT的 黑PIT的下smash其實非常快 他的smash其實蠻優秀 出招快 收招快 但打的招不錯 不算痛啦 一好沒有兩好 對對對 對啊 沒有每個都像 對 可以用的招 可以好用的招 對 看起來 JAMPER的黑PIT並不是那種 他可以 應該是 是 或是現在練習 畢竟好笑 需要一些 需要一些 可以補助他 對付某些角色的情況 完蛋 對 非常可怕的招 對 那卡路在那個位置 其實是我們黑PIT 不知道怎麼 這樣 不知道怎麼會用 應該 嗯 我覺得 我覺得值得一次啦 或者是算好時機的功勢 因為他的回場夠好 可是很快 所以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一直把黑PIT 只能這樣死 只能這樣 喔 直接 快破盾 在這個狀態的話 所有的攻擊都會變很痛 連打盾都很痛 喔 又是雙那個BUFF 欸 有單BUFF 不是 那 JAMPER要小心 喔 剛 回了一下 前摔 欸 差點射到 他現在快要沒有我了 所以他剛剛可能 就不會想要用上 那不一定 喔 現在是 是兩個BUFF的狀態嗎 對 好像是兩個BUFF 兩個攻擊BUFF的狀態 打到 不過剛剛空後啦 殺雞的人喔 那個 那個趴數 那個趴數是不能用 那不用空後的 喔 喔 直接射一下 他現在常常會做這個 直接在地上上比 然後是 不蓄能的上比 對 因為那很快 對 他動作很快 他可以蹲脫 可以把對方 弄飛 喔喔喔喔喔喔 自爆 喔喔喔喔 對方 對方可以空閃啊 想要Style 這就是 這個 這就是高風險 然後 好像也沒有回報 沒有啦 不一定 有啦 有啦 那很大啦 如果他中了就死 完全不知道會很大 然後他現在又雙85狀態 對 雙85狀態 現在大概被摸到一下就死了 你知道這個狀況是不能被弄嗎 不能 不能被弄 超級誇張 真強 勇者 厲害 他拿了那個雙BUFF以後 他剛剛那個 他剛剛那個只是前牆攻擊而已 他拿了雙BUFF以後 變得比很多角色的Smash還痛 對 而且是他現在在場 他是在場內打出去 對 他是在場內 他會有什麼